他开创了香港电影全新的武侠时代 东方不败的经验脱俗 轻狂不羁的当世才子 他的武侠乱世中正邪相争 爱恨间情志动人 风格新奇 手法大胆 他一次次震撼影坛 又能否再续传奇 老梁看电视 华人领导之江湖怪才 徐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梁看电视 我是老梁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位华人大导演 名字叫做徐克 那么一说到这个名字 咱们好多朋友们就会想起徐克拍的 无数部经典的武侠电影 那么徐克在武侠电影之内的这个造诣啊 应该说是其他导演恐怕望尘莫及的 而徐克呢 有一个名满天下的外号 叫徐老怪 我曾经很好奇的想过 后来我就不想了 因为我觉得反正怪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意思吧 所以我自己当然不觉得怪 如果是觉得怪的话 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我们看大凡在某个领域之内也会成为老怪的人 一般来说呢 都是他已经获得成功了 可是他成功的这种方式 他这种风格 却和绝大多数成功者并不一样 那么这个也是徐克现在几乎所有片子的一种感觉 比方说我们看他其中的一部片子 他可能其他人也都拍过类似的片子 可是你会发现徐克拍的呢 在没有丢掉这些本质元素的情况下 往往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就和别人不一样 而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呢 却又像一种很特殊的魅力一样 如此强烈的吸引我们 你简单说 即使不是武将这 比方说像青蛇这样的片子 我到人世来 为世人所物 你们说人间有情 但是情为何物 真是可笑 连你们人都不知道 当你们弄清楚了 也许我会再来 小青 我们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 不光是青蛇跟白蛇和许仙的关系被颠覆了 而这里面你包括张曼玉 王祖贤的这种演技 你都会觉得这里面把腰这个字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我要是多修五百年呢 尾巴打结分叉 横板释放 怎么都行 这两个不叫尾巴 叫脚 真无聊 这就叫脚啊 本来是一条软肉 现在给掰成了两边 还有十个婴儿 我用了什么脚趾头 做人真烦 简单复杂话 我这腰直不起来 怎么办呢 那就先扭着吧 又有人出丑了 扭啊 扭 扭啊 扭啊 扭 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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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以往我们看到的白娘子许仙有关的片子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那么徐克这个许老怪呢 可以说是从里到外都是怪的 你比如说他是长相 徐克年轻的时候 头发跟乱草似的 蓬蓬松松 他也不舒服 眼睛呢 瞪着眼睛看人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人就像神经病似的 徐克呢 五一年出生在越南 他属于越南华侨 六六年呢 也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才回到香港 然后在七十年代末呢 在香港电影界的 他算是崭露头角了 当时呢 他指导过一部片子 叫蝶变 也是武侠片 别的武侠剧都打打杀杀 他这是什么 是一群能杀人的这个蝴蝶 结果这个思路整个 在当时拍武侠片里谁也没有 所以当时这片子一出来 很多人就觉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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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整个香港的电影 这人一看 这片子这么好看 就是这个时候 徐克已经建立了 他五家片一个基础 就是他不搞那种 一朝一世的打斗 这么这个精彩 那个真实 他只要求视觉效果 天马星空 无拘无束 只要这个视觉效果上 震撼打得好看 你管得合理不合理 上天入地 天是地下 一人变 杀人合成一个 他都敢玩 要的是其中的视觉效果 所以所有人一看这种片子 感觉这眼前被震在的 都一愣一愣 他这样的电影真好看 那么徐克这个时候的成功 应该说得益于他的家庭 当时1981年的时候 徐克在他老婆 施南生的推荐下 加盟了新一城 施南生这个人很了不起 玩传媒也很成功 电影出资人 出品人 就说等于在徐克背后 他把这些该干的事都包了 那绝对是徐克的嫌内助 而且人家在整个香港的 媒体行业是有意耗的 最后施南生 把徐克拉进了 新一城影业公司 那么鼠山 这个片子 也是当时在新一城 这个基础之上 徐克有了比较大的空间 也有比较大的资源 才拍成功这样一部片子 那么后来1984年 徐克觉得 光在这个公司里头 有点限制自己才能 他就跟施南生 成立了一个电影工作室 这样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 跟新一城是 新一城负责投资 他们负责拍 这样徐克就可以自由的 按照自己的意愿 徐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他可不仅仅是会导演 导演 监制 剧物 制片 什么设计 整个电影行里 没他不通的 他是全财 所以有的时候 他不一定直接去导演 他要选合适的人 他当时就看准了 吴宇森厉害 就把吴宇森 给我打开 他是全负责的 我认为他要选择 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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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么成功之后 徐克跟吴宇森就有了矛盾 什么矛盾 新一诚就觉得这么成功赶紧拍英雄本色2 吴宇森就觉得你这么快就拍续集 会把这个片子给毁了 但是徐克你毕竟得代表公司方向利益 就这样跟吴宇森产生矛盾 勉勉强强把英雄本色2拍完了 到拍英雄本色3的时候 把场景换到了越南 吴宇森干脆一来戏 我不跟你玩 两个人在那之后长期以来交恶不说话 一直到是威尼斯电影节 给吴宇森颁发终身成就奖 这是去年的事 徐克来当颁奖嘉宾 两个人才算把当年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那么那个时候徐克我们就看出 他在天马星空的思路之下 有着一个跟任何人都能合作的这种兄弟 你比方说后来87年 他又跟陈小冬合作 玩了一部鬼片 欠女幽魂 这部片子里头徐克的突破更多 就我拍鬼片跟谁也不一样 别的鬼片都是人妖鬼 来回混来混去 他这里头把鬼片里的鬼拍得非常美 结果这种另类鬼片出来之后 使香港以前所有的鬼片在这个面前都黯然失色 所以徐克当时这个欠女幽魂这个鬼片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认为这是几乎无法超越的一部经典 那么在这种思路之上呢 徐克对所有武侠片这种改造呢 都体现了他这种左耳不群的思路 追求视觉效果一定得看着好看 你看接下来呢 他拍了现在我们也认为经典的校教 我不是网站派了 我给你打 当天是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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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招式 狐狐狐狸有剑 这个校江湖啊 里面他有几大突破 首先一个突破我们看的 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武侠片 这种武侠场面比过去更加飘逸 更加漂亮 而且同时大胆的启用林青霞来反串东方木败 是这里边一大亮点 破剑尸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路江湖 岁月催 黄图霸业 谈笑中 不胜人生 一场座 伤单 不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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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徐克还直接参与音乐制作 跟黄展的罗大佑这些人合作 推出了经典的沧海一声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时《笑江湖》出台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香港武侠片拍到这儿 基本就到头了 这都最顶尖的 太好看了 很难被超越了 但是这时候徐老怪在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悄然的掉头了 怎么掉头了 你比方说他以前这武侠片讲究视觉效果 天马星空就好来屋的制作团队做 那好 这回他由那个团队直接结合上中国传统功夫里 硬马硬球 讲究真打实斗的这样的东西 推出了黄飞鸿系列 阿贵 小心 不滚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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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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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